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好的 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师座 朱立文刚驾着一辆车 带着一个可疑的人 从楼门通过往太匯那边去了 而且手里有特别通信症 这个方圆啊 真是能掐会算 整个苏州城也没什么事 能瞒得了他 告诉兄弟们 盯紧了 我马上就到 是 来了 走 走 大小姐 顾三哥 顾三哥 赶紧带余成伦离开这儿 好 走 余成伦 你要干什么 我要杀了他 初老婆刚救了你 你不能杀他 可留着他 就是个祸害 大小姐 你不会替他求情吗 余成伦 你要是现在开枪 就会把鬼子引来 到时候谁也别想走 成伦 你别激动 大小弟说的对 大小弟说的对啊 快 快 儒哥 你怎么在这儿 女堂 你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情报 这儿有皇军捉拿的统计犯 统计犯 哪儿呢 哪个呀 这个 这是我警局的眼线 受了重伤 我现在送他回同里养伤去 这是你的眼线呀 那带回去吧 带回去查一查 没问题 我给他情赏 都是自己人 自己人啊 君与堂 你这个败类 表面上看着像个好人 其实说到底 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有 有种 你已经杀了我 朱局长 这是你的眼线啊 真难得 苏州城的大汉奸们 都聚到一块儿了 你 你 与堂 还是把他放了吧 你怎么也叫我进来了 我是想救他们出城 但是没有办法 我只好找朱利文帮忙 放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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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朱局长 今天这事 是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走 收队 你怎么知道朱利文在这儿 方元告诉我呢 所以我才派人叮嘱朱利文呢 方元 他怎么会知道啊 我们俩以前是一个战后的生死弟兄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他了 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苏北那边的人 可他偏偏遗附奸商的嘴脸出现 当我认定他是奸商的时候 他又会做出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真的是越来越不懂 越来越不明白他了 我也是 现在的他 跟从前的他确实差距挺大的 他太过分了 尤其是这一次 我刚刚提醒过他 这搬到几点啊 晚上八点 那好 那我晚上来接你 你说的 通知 师作 回师部吗 方元 你早就不是我心目中的老排长了 你的眼里只有利益 我不会把儒哥交给你的 不 去杨子珠宝店 是 什么事惹得进大市场 发这么大脾气啊 你根本就不配爱大小姐 你说的什么意思 你别装傻 朱立文抓了于成伦 这件事怎么会跟大小姐有关系 这你比谁都清楚吧 我只是个做生意的 哪长那么多耳朵和眼睛 你是我的老牌掌 我一直敬重你 我不相信你是一个 发国难财的奸商 但是从现在开始 方元 我算看清楚你了 我禁语堂瞧不起你 我不需要谁瞧得起我 如果是来跟我做生意 我举双手欢迎 如果是来兴师问罪 要么抓我 要么 请你出去 好 你好样的 大小姐真不该爱你 我服你 我知道你比我有本事 如果你是情敌 我愿意退出 但是现在 我绝不能把大小姐交给你 大小姐的事 我现在全权负责 如果我知道你对她不利 我以前说过 我的子弹绝对不会对着自己的同胞 但是对于小人 我会例外 禁语堂到底是什么人 他明明知道于成仑是皇军要通缉的杀手 他敢放人 我就不明白了 他到底给谁卖命呢 什么意思啊 今天这个事明显呀 就是想封住我的嘴 牵制于我呀 我一直就怀疑 他往苏北那边贩卖药品和枪支 我就是没抓住什么证据 你这神将仇报啊 禁语堂刚刚放了你嘛 你转脸就想诬陷他 诬陷 诬陷 我要想诬陷他 我用提前跟你报告吗 我现在做的每件事 我说的每句话都是为了你 那我得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 我想提醒你一件事 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 你可别忘了 那个通缉的药犯 可是你亲自送出城的 这就对了 这根本就是个局 你陈如歌做了个局 把我和禁语堂都装里边了 做没做我自己心里清楚 你这是憋着一肚子火 跑我这儿撒气来了 出去 行 这事儿我记着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朱立文找过我 我觉得他不会这么轻易就放了这件事情 他肯定还会再找你麻烦的 卢哥 谢谢你 让你担心了 不过你放心 朱立文他最多就是个跳梁小丑 他奈何不了我 那就好 我没避得试了 就是过来提醒你一下 小心点儿 朱立文 我走了 来 如歌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跟我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喜欢儒格 见不到他 我会坐立不安 一见到他 我就十分开心 刚一分开 就马上开始想念 我方圆生平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我方圆一 今生和陈儒格的绑在一起 只要我活着 我就会好好保护他 曾经的你 我爱过 但是现在的你 不想再看见 你认为是我干的 方圆 你真的胜不开策 没有人能看清楚你 我没什么可奢求的 我在战场上杀敌无数 可面对爱情这场战争 我没有资格 我连命都不是自己 谢谢你 让我在这场战争遇到了你 我向你保证 总有一天我进语堂会用我的生命 来证明你的清白 若格 怎么样 这衣服还合适吧 这身衣服最适合你 你怎么能藏着这么一身军装啊 日本人要是知道了 他们会找你麻烦的 我知道 我知道我迟早会穿回他的 因为我是个中国军人 怎么样 婚纱很漂亮吧 漂亮 就是按照你的尺寸做的 他只属于你 若格 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对你了解的越深 对你的感情就越深 如果没有你的陪伴 在日本军营里 我可能早就崩溃了 甚至于我就疯掉了 好在有你的陪伴 我坚持到了现在 我坚持到了现在 我顶过了所有的压力 你的心里 你肯定有了解 我需要就是 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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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堂 谢谢你啊 你真的让我挺感动的 我知道 在我最危险的时候 最需要一个人 在身边保护的时候 你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 但是 我 我一直拿你当亲人看 是 是我太突然了 对不起 你也不用那么急着回答 再考虑一下 我爱你 玉堂 你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 我一直拿你当亲人看 大小姐好 大小姐好 陈医生 陈医生 大小姐 进来说 大小姐真是 谢谢 坐吧 我不坐了 我来找你是有句话要说 有什么事 继续躺下我求婚了 但是我没有答应他 因为我心里一直爱着一个人 从来都没有变过 虽然他告诉我 他变了 但是我还是对他抱有一丝幻想 我觉得他是骗了他 他是有苦衷的 若哥 对不起 又是对不起 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我们之间是有很多误会 也经历了很多坎坷 但有件事情一直都没有变 那就是我爱你 我从来没有像爱你那样爱过任何人 但是我感觉不到吗 我知道 我对你做得不够 担心你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你每次都让我给你时间 你每次都让我给你时间 但是我不知道我给你时间 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说话呀 你有话可说了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把珍珠掏黄 那是我的家庄 那是我的家庄 我看你 我看你来 我看你了 少冬家 徐大夫来了 来 坐 我今天到这儿来啊 是给大家带来几个消息 先说好消息 自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啊 我们新四军开始了四面出击 苏州长熟一带啊 连续的袭击日寇和伪军 大死大伤敌人一千多人 为此南京伪政府是大为震动啊 另外 我们苏北建立了统一的党政军机构 现在我们主力部队已经发展到两万八千人 地方武装也有两万多 这真是太好了 照这样下去 我们的根据地就越来越稳固了 还有啊 我们这批药品运到苏北以后 哪真所谓是雪中送炭数百兵伤病员 得到了救治啊 所以总部首长啊 特别嘉奖我们这次参加行动的所有同志 尤其是方元同志 方元 你怎么不说话呀 徐大夫 我想问个问题 我能不能把我的真实身份 透露给如歌 方元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陈医生虽然帮了我们不少忙 但是他的身边全是苏州城里 头号的鬼子和汉奸 北以后 朱立文还有古多 而且北以后一直想吸纳他 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如果你的身份泄露了 联络站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 陈医生 到底怎么回事 陈医生跟邵东家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误会 虽然邵东家什么都没有跟他说 但是陈医生已经开始怀疑邵东家的身份了 徐大夫 经历了这么多 我们还不能相信如歌的人品吗 方元 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胡安 你冷静冷静 别太冲动了 小冬家 陈医生的人品 我们都很信得过 如果不是他 我的胳膊早就保不住了 可是我们干的是流血牺牲的工作 凡事都要把风险降到最低 如果没有纪律 没有原则 我们就没有办法顺利地展开工作了 方元 我刚才说的呢 只是几个好消息 当然同时也有坏消息 由于我们给了敌人重创 尤其我们的根据地又日益的壮大 敌人肯定不会坐视不管 根据最新情报啊 新任的日军总司令刚村宁次 正准备集中苏州一线的所有日卫军 对我们根据地实行清香大扫荡 靖语堂呢 作为投降部队 这次扫荡他恐怕是主力 而重庆方面呢 已经放弃了靖语堂 所以组织上要求我们 设法把他争取过来 策动他搞兵变 您的意思是 上帝组织希望靖语堂在日本人那儿 搞个反戈一击 对 能否粉碎敌人的这次清香行动 策反靖语堂 这一步尤为关键 而这个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方圆 你和陈如歌的关系直接关乎到 我们组织的安全和行动的开展 尤其在当前考虑问题 一定要从全局出发 这和如歌有什么关系 要想把靖语堂争取到我们新四军来 这需要做大量的细致的工作 而且这个策反是一招险棋 一有不慎 我们所有人的身份都有可能暴露 这个后果你考虑过没有 可我实在不想看到如歌那么痛苦 那么失望的样子 大敌当前 假如我们把陈如歌牵连进来 只能给他带来危险 所以啊 我们保护陈如歌的最好方式 就是远离他 你离他越远 他会越安全 方元 这当然很残酷 但战争就是这么残酷啊 感情用事 往往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危险 我希望你好好地考虑考虑 我相信你会想通胆 我现在就把他交给你 他是我的陪家 我明白 如歌姐 这是方元拓人送过来的 他人呢 他没有来 你先回去吧 如歌姐 我想自己待会儿 好 aji 有事吗 少冬家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你要是有什么苦 有什么闷你就说出来 说出来会好受一些的 没事 你回去吧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让你平安 凤月怎么样了 她心里太难受了 做着抗日救国的英雄 却要假扮贪图利益的奸商 心里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 却不能开口解释 只能看着自己心爱的人 越走越远 今天又怪我太冲动了 没顾及她的感受 这样我去给她道个歉 不用了 我已经去过了 她一口饭都没吃 这个时候 我们谁都帮不了她 只能让少东家自己解决 我们再给她一点时间 行 不会凤月 什么事 好人 -宝贝 -宝贝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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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少东家 胡安觉得胸口难受 怎么会这样 快送医院 不行 他说他身上有太多枪伤 如果去医院的话 很容易暴露身份 所以他坚持在家做保守治疗 我去看看他 你去买药 顾问官阁下 陆导将军的车队已经进城 即刻便到 准备迎接 准备 哪里 干嘛 是 好 欢迎将军 卑职率苏州军政捷 全体官员在此恭候 是 阁下请 他是我的未婚妻 我想对一个男人来说 他都有责任保护 你怎么会跟陆导比武呢 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啊 那种情况我必须要出手 一边让咱们清香脚共当炮灰 并一边公开侮辱大小姐 不能拿兄弟的命 去出一口气 企业先生 晋某向您辞行了 等等 方元退这个陈医生 还真是用情置身 我现在明白了 当初你为什么会那么爱他 总不明理 要我们立刻炸掉了苏州 目独军火骨 转告苏北 做好迎战准备 能搞到清香行动计划吗 你看 他把明哨暗哨 火力点都标出来了 你现在就在金玉堂市长下令 命令你们金杯市 所有部队临机集合 迅速撤离军火骨 军火骨也不是什么好地方 我正好懒得管呢 这次行动十那就问 就是因为太顺当了 所以我这心里才不踏实 他们就是去白白送死 你们却照样是白白送死 那天你披着大雨 我多么想 让你来我怀中躲避 你几年光景 看尽那残缘断壁 梦里花开 那是你中的春季 梦中的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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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并肩而去 把你的手握在珍惜 我们并肩而去